啊 唐鳳是大外宣大內宣的高手 過去幾個月裡面 包含了內政部的資料外洩 然後健保署的資料外洩 還有這個電信大面事件的層出不窮 唐鳳好像一個字都不講 好像感覺這件事情完全跟他沒有關係 跟我們火戰提醒時空 我們不常常講要小心貢肥啊 小心飛碟啊 會不會飛碟就在我們政府裡面了 那唐鳳對於這種資訊的犯罪 對於這資訊的一些漏洞 我們的這個治安部門 從來沒有拿出辦法解決 那這樣的這個資訊部長 看白說是一個不合格的資訊部長 每年編列了200多億的預算 給我們的數位發展部 當然我們數位發展部 讓我們看到的 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又再搞一些明目然後大邊預算爛 又要合法綠鬼搬運掏空台灣了 先幫助台灣政府資料不要再被偷了好嗎 數位重建是什麼鬼台灣資安外線呢 國內都搞不定了還想幫別人 眼鏡裡面只有做這個線上美食定食定餐系統 小阿米索啊 唐鳳做事啦也很高手低 能夠做實事的地方真的成績很少很少 少的可憐 大家需要這個唐鳳 回過身來看看腳底下的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需要資訊部 在於去年 也 數位發展部幫我們台灣製作了那什麼XX的 外賣平台 現在又要幫烏克蘭 重建數位 莫名其妙到了極點 天才IT大臣 哦哦哦哦哦哦 先救救自己吧 你要幫烏克蘭做面線外送系統嗎 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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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GRE